今天我是来干嘛 简单试试风南达 这一车其实不复杂 一一为你来解答 要问双芹行不行 丰田靠它来成名 那风南达加双芹的话 你认为有没有搞头 hello大家好 今天我试驾这一款 是广汽丰田的风南达双芹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在15万左右这个区间上 广汽丰田一直都缺少一台 能够走量的小型 或者紧凑型SUV 双芹就更不用说了 那当时候你想买一台便宜的 丰田混动车 广汽丰田可能就只有雷临双芹了 但是这个市场它真的很大 于是风南达双芹应运而生 那开门介绍这一款车 它到底值不值得买呢 我分四个点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款车它的官方指导价 是14.98到18.48万元 在终端上还有1万块钱的优惠 那我认为这个售价 对于一台合资品牌 推出的混动SUV来说 它算是有性价比的 何况它还是丰田的混动 要知道从1997年 第一代丰田混动系统诞生至今 已经有26年的历史了 这26年它还保持着一个 零爆炸 零漏电 零事故的安全记录 可以说经久耐用 就是丰田这个品牌的一大王牌优势 同时我也相信 预算在这个价位上的消费者 他们买车很大的一个看重点 就是一台车它到底是否可靠 那我相信风南大双情能够很好的满足你们这个需求 第二点 这款车日常的发酵真的很低 首先除了我刚才提到这款车 它很可靠 能够帮你省下不少的维修费用之外 它的一个日常用车成本也是非常低廉的 首先它的百公里油耗还不到5升 就按照现在92号油7块钱来算嘛 就每公里也才是三毛钱出头 那它的油箱容积36升 那加满一箱油啊 也就是250块钱左右嘛 就能够跑到800公里了 真的是很省钱 那此外这款车在保养方面也是有惊喜的 首先可以明确的跟大家说 它跟油车的保养没有太大的差异 油车怎么保 它就怎么保 所以你可以去外面保也行 回去CS店保也可以 所以就是这么方便一点都不麻烦 而这款车它是1万公里保养一次 那小保养就不用说了 小几把块钱就能搞定 大保养也归不到哪里去吧 第三点 这台车它毕竟是一台SUV嘛 实用性就放在这里 首先 离地间隙更高了 那出去玩走点烂路啊 也不用再怕了 同时后备箱 当然也更大了 那现在后备箱啊 比如说出去露营啊 哪怕出去钓鱼啊 装点杂气杂霸的东西 那肯定也不在话下了 那后排座椅也能够放倒 灵活性也有所保证 我的摄影同事啊 就是一位雷霖双旋车主 他试过这款车之后啊 就说假如这款车早点推出的话 他可能就会买他这款车了 那无他 喜欢他就是因为这款车更加万金油一点 那比如说 后排的同步空间更加宽于一点点 那后排座椅的靠背角度 也能够调节 做得更加舒服 那当然 也是因为这个后备箱更加大了 第四点 虽然这台车它说是一台紧凑型SUV 但大家都知道 它整个尺寸并不会太大 这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在市区里面开会更加舒服 就没有像那些大车 在市区里面开起来那么有拘谨 就很怕走一些什么狭窄小路啊 倒车路库啊 停车或者是一些原地掉头等等等等的 很多人在市区里面开车都喜欢开小车 图的就是这一点吧 当然以上这四点呢 单独挑出来也不算啥 这一款车它重点是能够做到兼顾啊 你可以在同价位上找到一款车空间比它大的 可能就没有它那么好开 你可以在同价位上找到比它开起来更爽的 但是可能就没有它那么省油了 那与此同时你可以找到一款车比它用车成本更低的 但是可能就没有它那么可靠了 我想这就是日系车造家用车的一个典型风格 一台更加合格的水桶车 那当然这款车它肯定不是完美的 那比如说它不能充电行驶 就不能上绿牌也不能免购置水 那第二点呢 配置方面这款车也只能说是够用了 没有化妆镜的照明灯 没有后排中央扶手 那后排一个储物格呢 也是稍稍欠缺一点的 那配置只讲究一个够用就好 那当然买车嘛 还得看着一个预算啊 以及预期 那假如你是喜欢很盲选的 或者是一个佛系的买家 就喜欢一台很省心的车的话 那这台车确实值得考虑一下 说完以上这些 咱们就调一些静态和动态重点 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这款车的外观造型 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年轻的 整个设计风格就偏向清新平时那种 没有太多很浮夸 很花里无少的设计元素 整个车它是赖看赖看 更加赖看了 假如你认为这样子还不够的话 它还有一个运动版给你们选择 车内方面呢 这款车全系都标配了7个安全系长 顶配有9个 最低配都有这个西部安全系长 同时啊 它还全系都标配了 TXS 3.0驾驶幅度使用 可以说主被动 安全方面都拉满了 在同级别中 也是相当有进展力 之外啊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车内这个中控屏幕 得到了很大的升级 现在中控屏幕尺寸更大了 为10.25英寸 更重要的是 它的分辨率更加高兴的 看上去更加犀利 现在这个车机系统 它还支持 CarPlay HiCar CarLight 三大手机互联平台 Wiiio 整个中控屏幕 得到了14班的升级 那这款车开起来怎么样呢 首先呢 它搭载了丰田第五代的 混动技术 那这台发动机 它是2.0升的 整套系统呢 最大输出功率 接近200马力 那如此马力 放在这款小车身上 我认为还是有任有余的 那油门嘛 踩多少来多少啊 就很陷进 就很符合 驾驶员的一个预期 市区里面开 就是舒服 那方向盘呢 它特意调的重一点点 那中心感也是比较强的 我想这是因为 他们想把这款车 营造出更强烈的主观运动感 那值得一提的是啊 这款车的最小转弯半径 5.2米 在同级别中 算得上是最小的水准了 所以把它开到一些 狭窄的路面啊 倒车的路库啊 以及什么车辆掉头 都很方便的 那至于悬挂表现方面嘛 还是偏柔韧的那一种 在过坎啊 比较干脆一点 过完的时候 支撑性也是比较足 同时啊 整个车开起来 也是比较贴力的 毕竟TNGA架构嘛 都是比较好开一点点的 但假如这款车要说什么缺点的话 可能就三个吧 开起来 那比如说 在极加速的时候 好 这个发动机的声音会比较明显一点 那第二个 就是刹车的脚感会偏软 第三个呢 就是后桥啊 在经过一些比较大颠波的时候 整个显得会比较硬一点点了 随着风拦搭双轻的到来啊 消费的选择更多了 那相比起自家的燃油版 这款车 除了带来更好的燃油经济性之外呢 也带来了更强劲的动力 以及更高阶的行驶质感了 何况两个版本售下不会伤较太大 所以我还是更加建议大家稍微加点预算 来买这台车的双轻版本了 提升是肉眼可见的 那至于选择什么配置车型的话 还是那一句 4D配 我认为性价比是最高的